你到底为什么生气啊 是因为我 还是因为方雨萱 我因为我生气可以了吧 不是 不是 你说是三食醋吗 我吃什么醋啊 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下 她现在跟我说 那不就不尊重我吗 对 男人就是这样 太自以为是了 我接受你的邀请 放心吧 跟我的约会 肯定比那些 浪漫送到的人要强 她不会跟叶家辉出去了吧 我可不会告诉你 他们准备去吃浪漫晚餐 浪漫晚餐 好 隔壁小夜是吗 细心 还顺势 又是帮咱妈做 终究威尔邦帮她修网络 重点是 你又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呀 她确实是个不错的 我跟她 她的董事 还会照顾人 有情况啊 老贺 是我想的那样吗 她 她刚刚提出了跟我约会 还不是多怪你 一天 多怪你 何多你太让人心寒了 大家都是男人 为什么你面对叶家辉的时候 总是笑嘻嘻的 面对我最兇妈妈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让你当作全线的媒体 同学们 康泽出息了 典现我们全班拿到的定型信物 钱开业 这怪我确信啊 我真没要侮辱你的意思啊 你就是确信啊 不论懂女儿心 如果叶家会讨好三人 那你就是脚后杆 我到了 我到了啊 我告诉你 咱们说好的三人大餐 好不容易再说了 别呀 钱开业 你闹了一天了 你还没闹够吗 能不能麻烦你让他们先给撤下来 这个点儿 商场那边的扶子人都下班了 会话也要明天 靳君 我听阿姨这么叫你 靳君应该是你的小名吧 我也会这么叫你 姐姐姐 你全班都一名了 你放开 怎么了 你 灵魂出窍了 来 靳君 你能禁我原点吗 求你了 对不起 何顿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 如果要是因为 非语言的安全距离是1.2米 如果你一旦畅略的话 我会觉得你在威胁我 我没有感受到威胁 可我感觉到了 我觉得你在威胁我 钱开业 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探我的生活了 不要再替我做主了 可以吗 好 我后退 后退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 我做错的事情你告诉我 我向你道歉 跟你没关系 是我的人 这是你的弟弟 他叫贺俊 我们叫他靳君好不好呀 你会走路啦 靳君不是胆子小吗 一个人睡 睡在外面会害怕的 我不喜欢姐姐了 妈妈不喜欢姐姐 妈妈也不喜欢姐姐 怎么样 药快吃完了吧 快吃完了 赵医生开的药 确实挺灵的 这样 有空啊咱们再去一趟 让他好好给你调理调理 妈 我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去看电影 行啊 去吧 这件衣服是我给你买的吧 挺漂亮的 妈 其实 喂 喂 是乐了妈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他们自己的演奏水平 达到那么高的程度 也没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就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平了 那当然了 他们也就不知道怎么能教孩子呀 是吧 哎 哎 等等等等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次你就是不听 是 嗯 啊 对呀 就是这么回事 去 哎 我跟你说 我给静静静找一个特别好的音乐老师 哎呀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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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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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可以说啊 咱们下周比赛 那个乐队女鼓手特别厉害 我知道 我知道那鼓手啊 那鼓手鼓打的啊 切口特别出乎 但是那个家伙酷了别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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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有一个人了 哎 怎么了这 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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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路上很堵彻吧 贺老师 我时间挺紧的 我们直奔主题吧 是这样呢 我想问一下 您跟尤娜爸爸之间的感情状况如何 我们 我们感情非常好的 我确实工作很忙 那 娜娜爸爸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但是他还是会给我 给我实务师制造一些惊喜 学艺术的嘛 都比较浪漫 那个前两天刚刚给我送过一大束花 他 我都跟他讲 没有必要的对吧 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没有必要这样的 学年轻人 何必呢 还挺浪费钱的 他就跟我说 说 别人有的东西我也应该要有 好 那天 玲玲妈妈 她们都在的 她还说她老来翘 这小美妈妈 川山妈妈 我说她的 我也不是 我想 我应该还要 我